瑞瑟湘公所23号在瑞瑟齐美原住民文物馆举办了回路玛丽云部落主题展 结合台东史前文物馆和花东两地共有7个文物馆共同来举办连展 由新一代Sakiraya青年文献填调搜集文物资料来进行展出 实践自我认同也正负部落的文化 乡长陈静光与Sakiraya部落头目共同拉开大门 日子乡齐美文物馆Skate迂路玛丽云部落主题展也正式开幕 在部落青年老翁的导览检索下 一起进入Sakiraya族群证明与传统服饰与传统文化的历史研格 重要因为它都是历史轨迹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从我们比较珍贵的那个百年的老服饰开始讲起好了 那那个服饰呢其实是在日志时期以前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的 那它对于部落的族人来说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就是我们曾经是那个样子的存在 齐美文物馆这一次由玛丽云部落Sakiraya族群展出 服饰文化正名运动影片史料 更是台东实贤博物馆大馆带小馆 由华东总共七个文物馆联合办理主题展 并出轮流巡回展出的方式 而是让各个文物馆遍地开花 这个展现出Sakiraya族他们的一个文化和族群的一个韧性 那所以这个展览其实不是在跟大家讲历史 那只希望大家能在 而是在跟大家讲故事 新一代的青年奋力寻根实践自我认同 附阵部落文化 使得曾在历史上成奇的Sakiraya族群文化 在当代又重新热闹了起来 长官贵宾也高度肯定全力支持 因为有他们的推动 所以才有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走上这条路 然后也持续的不关在每一个部落或是每一个乡镇 让我们Sakiraya的文化 一点一滴的拿出来 慢慢的长出自己的那个脸 鼻子 鼻姓 马大到底在哪里 我想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期待 而且经过多人努力才呈现出来的成果 经过这几年部落的青年 跟我们的族人共同把所有的资源结合起来 呈现出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脉络 让我们所有Sakiraya族都能够认识到 他以前的祖先是怎么过来的 Sakiraya回路马力云部落主体展 从23号正式开展 瑞士相公所也结成 欢迎大家前来感受充满知性感性洋溢的 Sakiraya族群文化之旅 记者时遇兰瑞确采访报道